你那天有情绪化吗 完全没有 可是你宣布善会 英系的中指委跟我说 你根本就是进来就断然的宣布善会 他们说你跟赖清德还有罗文嘉 酝酿宫廷政变 你想做这个国民党时代的宋楚瑜 借由这种重大的会议的举行 你的主持的角色来达到政变的目的 你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辞 或说这样指责 这种指责如果传闻在这个 你们民进党中间 你觉得对于你的主席 未来的职位 或是未来的辅选的过程 会有伤害吗 当然有一些讲法我听到了 但是我不以为意 我比较在意的就是说 有一个媒体说我甩笔 就这一支 因为这一支他是 他是这样的笔 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不是这样 我要走的时候就按一下 他说我甩笔 我怎么会甩我现在的钢笔 不过这个就是一个传闻 你现在没受伤 所以我是觉得像这样的 这样的指责 我都都坦然以对了 我也不会去在意 不过对未来的工作 大家看到我们这一次在做民调的过程当中 包括我包括罗民助长 包括民调中心 说的同仁是怎么样用心 你知道民调那个五家公司结束之后 十点钟封存之后 要送回到中央党部 都要前后两个保全 两个保全这样跟着这样走 回来以后贴封条盖住以后 每天从台中送回来 已经十二点多了 我们人才下班 第二天再重复再来一次 两点钟开始抽 本来抽好的母体二十五套 抽五套出来交给各个公司 送到每个地方去 完了以后就送回来 这一套作业 我真的很愿意提供给国民调中 参加